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绘画工具 就是这个Step Debution WebUI Forge 那么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就是它其实跟这个SD这个项目 是属于同一个项目 这个Forge是它的分支项目 所以说这两个项目呢 其实本来就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WebUI上的布局 以及使用方法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看这边 这个呢就是Forge的WebUI 它是不是跟我们SD的UI完全是一样的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这个Forge的优点在哪呢 它就是快 就是这个对显存做了这个大幅度的优化 那么比方说我们有8G的话 那么这个推理速度呢 会提高30%到45% 这个出图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下面这个GPU的相关单用也会大降 然后呢扩散分别力会增加2到300 这个OM就是内存不会爆的意思 然后下面比如说你6G的话 那么这个提升速度是最大的 60%到75% 这个出图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如果说4090 24G的话 那么其实只会提高3%到6%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Forge的这个项目 它更适合这种显存比较小的用户 假如你本来显存就足够大 那么其实你就没必要去使用这个东西了 因为你折成来折成去 这个提升的速度也不是太多 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来选择 然后下面这些的话 我就不去详细说了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来说怎么使用 怎么安装 那么这边的话 官方是给了一个一件的安装包 所以这边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更新 这是官方提示的 这边的是它的这个版本 因为我之前的已经做好一个了 所以说为了给大家演示呢 我把我之前做的这个删掉 然后我们从零开始 给大家重新来讲一下 怎么样去做相关的设置 好下载下来之后呢 直接解压就可以了 现在解压完了 我们双击点进来 然后呢 我们根据官方的提示 先做更新 双击一下 这边呢 就完毕了 说明我这个项目是最新的 没有什么需要更新的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RUN 来启动 大家看这边呢 它在下载一些相关的东西 这个我们需要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的是下载了一些键 下面的话 主要是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1.99G 这个模型是必须要下载的 所以大家点它下载吧 然后再进来 然后呢 我们首先来做一些设置 这个我们首先要做的肯定是汉化 因为它是英文界面 大家点这个最后一项 然后呢 点这个第二项 然后把这个 对号取消掉 然后我们点上面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 它就全部刷新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搜索 我们的中文汉化 大家打这么几个字母 然后就可以了 这边呢 它检索出来两个文件 下面是简体 上面是繁体 这个大家自己选一个 我们这边的话 当然是选择下面这个简体作文 点这个安装 这样的话大家发现下面这一项 已经没了 然后呢 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汉化插件 已经安装完毕了 那么假如说这边提示大家安装失败了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点前面这一项把它打开 那么会来到它这个页面 这边有个code 点一下 然后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点这个复制 然后翻回来 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UR去复制 那么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直接点这一项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进行安装 这个大家自己选择一种方式就可以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这边安装完了 然后它提示我们需要重启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设置这边 点这个flow的 重启一下我们的UR界面 好 现在呢 我们重启完毕了 点这个设置 然后找到这个 这一项 大家注意这个名字 点开 然后第一项 然后这边 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汉化 点一个 然后点击上面这个确认 然后再点重启 已经翻译过来了 这个就是汉化 我们就设置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张图试一下 这边呢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写 然后让它来做图 看一下它的速度 再看是吧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一张图就出来了 再点一下 这个出图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 也是这个forge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模型的共享 因为大家发现我这边只有一个模型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正常来说 我们是要在网站上去下载 但是我估计大家之前的话 我们应该都适用我这种 AI绘画工具 这个SD 大家应该都是有的 那么这边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的这个里面的大模型 把它共享到这边 这样我们就不用去重复下载了 或者你再去复制一份 其实也挺上空间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打开这个forge的这个文件夹 我们选这个文件夹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个这个文件 大家注意这个名字不要选错了啊 然后右键 编辑 好 这边我们打开之后 中间有这么一大串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这些啊 上面这句话不要复制 好 然后把它贴到下面 然后呢 我们把前面这个符号给它取消掉 所有的都去掉 好 这样的啊 我们这样的话 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设置了 然后 这句话的意思 前面这个支付串 IA11 这个home 然后这一长串 然后就代表我们这个SD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所以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文件夹 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的文件夹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找你自己机器上的路径 千万不要选我这个 然后呢我们来把它复制过来 这边呢我们需要打一个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一定是在这个英文输入法的情况下 这个大家不要打错了 把它贴过来 这句话就设置好了 然后呢 下面的话 它都有这个A11 注意这一串支付串 这个呢就代表就是说 前面这串路径 它是一个变量 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模型 有没有被共享过来 这边呢你先保存 保存之后呢 然后这个需要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重启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大模型已经全部共享过来了 这就是共享模型的方法 然后这边VAE这边 我们也需要共享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把这一行把它复制下来 这边我们把它改成VAE VAE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VAE的路径 什么地方 这个VAE呢应该是在这个 models文件夹里面 这边有个VAE文件夹 就这个复制下来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把这个名字改掉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 这样我们的VAE就设置完了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设置 我们经常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Ctrl-Night 那么这边的话 它这个是没有这个模型的 大家可以看 刷新一下有没有 这个Ctrl-Night的模型呢 我们也是可以同样共享过来的 然后我这边 然后再复制一个 然后呢我们这边去打一个Ctrl-Night 然后这个 这个上面都是小写 所以我们也改成小写 这个大家注意看 这个符号 最后一行是没有这个符号的 但是这个前面这行是有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统一复制下来 贴一个 然后再贴一个 这样的 最后一件行留下 这个我们需要去找一下这个Ctrl-Night的这个路径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个呢 我这个文件里面的Ctrl-Night的路径 是在这个 这儿啊 这里 然后呢有一个这种Ctrl-Night的文件夹 哪呢 在这儿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路径复制下来 后面这两个 这就可以了 这样的 然后呢我把它贴过来 注意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也改过来 这样的话就是我这个文件里面的路径 大家注意看一下 因为这个Ctrl-Night的路径一般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在我这儿 还有一个呢是在这个 呃 在这个model文件夹里面 这边有一个Ctrl-Night文件夹 那么有一部分人的那个Ctrl-Night模型是在这儿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看一下你的机器到底在哪儿 千万不要选错了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来保存 把它关闭 好来重新启动一下这个UI 我们现在的已经重启完毕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两个共享 有没有做到 这是我们的这个VAE共享 没有问题啊 已经过来了 这个Ctrl-Night的共享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选一个 这边 刷新一下 这边没有过来是吧 看一下啊 好这边没有过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写错了啊 好我们还是打开刚才那个文件 这里 然后编辑 看一下这个路径啊 这个没去掉 大家看我这个就 比较移动错了啊 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启动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Ctrl-Night 然后深度 好这边模型有了是吧 大家看到了 Ctrl-Night的模型呢 也共享了过来 这是我们模型共享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张图吧 看一下现在怎么样 这个出图速度非常的快啊 然后也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来换一个模型 选这个 换一个新模型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出图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然后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我们模型共享的就设置完毕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其他插件的一些迁移 因为我们之前肯定是 大家肯定装了不少插件在里面啊 如果你想迁移过来的话也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所有的插件都在这个文件夹里 把它复制过来 那么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把这个所有的这种插件全部复制一下 然后呢把它复制到我这个 Ford这边的同样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我们原来装了个汉化 好 这样全部复制过来了 我们这个Ctrl NET也复制过来了 这个我们把它删掉啊 因为我们做了模型共享了 所以这个我们去掉不要它 然后呢我们再来重新启动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插件能不能正常运行 现在呢我们启动完毕了 它这个前面的对这个生态环境啊 进行了一些下载以及配置 因为这个我们是直接迁移过来的 肯定有些东西是需要重新下载的 大家看这边这个所有的我之前装过的一些插件 相关的一些配置 已经全部迁移过来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正常去使用了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做个演示 一个女孩 然后我们来生成一下 这个都不改了 直接来做张图 大家看这个速度 而且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多选两个 年龄 或者一个大人 然后呢脸型 长了脸 面部 加个圆影 然后呢场景 在这个天文馆吧 镜头 上半身下半身 把这个全选上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这个效果是吧 速度的速度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我刚才忘了说了 我们刚才复制过来这个插件 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 我之前装过一个握法插件 然后呢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呢 又装到下面这个握法插件 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插件的冲突 虽然说这个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也不会保证说之后就不会出问题 所以大家迁移这个插件的时候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就同类性的这种插件 那么你最好是删掉一个 大家保留一个就可以了 不然可能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呢我就把我之前装的这个呢 直接删掉 到这儿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就讲完了 大家这个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Ford的速度 确实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不错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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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